这可以有你们说的大量事实 没事 在鸡蛋里头捡骨头 捡来捡去 一个中国经纪院的录音放了多少次 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发庭这个六次 也说明问题 你们说的我才知道的 通过丑化我 丑化毛泽东主席 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 无产纪纪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主席的妻子 38年整了 认识还不值 共患难了 战争的时候 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 只有唯一一个女同志 你们躲到哪儿去了 谢谢大家